我们要带您看一位24岁的年轻人 他本来在澳洲享受留学生活 大学都还没毕业 家乡就传来父亲猝死 然后母亲被怀疑谋杀亲夫的噩耗 这是发生在一家15年老餐厅里的故事 餐厅的二代小老板赫可维 这一夜遭逢巨变 从备受呵护的独生子 现在强迫自己变成了一家之主 整家餐厅也面临亏损 而他强忍伤痛 一肩扛起 决定要把爸爸的味道留下来 这天台风正接近台湾 夜里开始下起了大雨 而在风景里 赫可维跟着厨师小怪 仍然准时出现在冰箱市场 没有找借口休息 买多元吗 下礼拜又没 因为我带钱去买 因为我要教了 好 谢谢 十多年来要用的各种食材 固定在这儿采买 过去还是小留学生的赫可维 放假回台湾 总要跟着爸爸逛市场 两年前也是赫老板约好 要来市场的清晨 厨师小怪 却一直没能等到师父出现 飞去雪里找朋友 然后才去 比如说晚上到 然后才隔天早上 电话就来了 当下我就说真的假的 那一年 赫可维二十四岁 刚生大四 接到通知的第一个反应是 开玩笑的吧 上帝真的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向来健康的爸爸没有任何征兆 在夜里因为脑血管破裂 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但意外的死亡 还只是风雨来临前的序曲而已 曾经是赫老板生前 最为亲近的医生好友 四处向赫家亲戚提出 赫老板死因不单纯 内幕很可疑等等说法 才真正掀起了滔天巨浪 病了十多年 已经是癌磨患者的赫妈妈 一直以为会是自己先走 没想到不仅是她得送先生离开 还来不及痛 自己更变成好红红口中 冒杀亲夫的嫌疑犯 那个医生他怀疑我 对我先生做了什么 所以他就去跟我的小姑他们 去挑拨 然后去告我 所以我三更半夜还去警察局 做笔录 最后还开庭 我先为了这件事情到最后 连妆都几乎上不了 就变得人很难看 失去了挚爱的父亲 面临家族纠纷 二十四岁的贺可维没有多说什么 自己一个人走进殡仪馆 看着解剖过程 帮忙整理父亲最后的遗容 曾经是在父亲保护下 无忧无虑长大的贺可维 没有在人前掉眼泪 只是把保护不了父亲最后尊严 差点捍卫不了母亲清白的痛处 转化为成长的养分 默默把矮默的妈妈阻挡风雨 默默接下和老板留下领解 晚上就是要赶快教她这样子 她比较重口味一点 所以她比较清淡口味呢 两个有差 两个有差 像有时候我做完 我觉得够了可能都够不够差 从赶面学起 从在外场端盘子点餐做起 刚开始 连一个人去市场买菜 回来都会被主厨骂 买得不对 买得不好 爸爸的拿手菜 赶可为现在差不多都能端得出手了 有人会为了这个来 想要尽量做跟她做的一样 餐厅状况渐渐稳定 家族纠纷也总算平息 两年过去 大人们心里多少还是痛 连和妈妈都有好长一段时间 一步也不敢踏进最爱的餐厅 赶可为依然没多说什么 用力揉着面团 一遍遍试着爸爸的味道 就淡淡的一句 至少爸爸生前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是快乐的 不就够了 然后放下了怨恨 唯一赶可为首上的刺青 透露了心里的思念 1月27 然后1959 然后到4月4号 然后四朵花 刚好是因为除了我以外 家里比较亲的 还有四个人的 把爸爸的味道留在餐桌上 把父亲的回忆刻在心里 一夜遭逢巨变 又一夜长大的赫可为 现在应该可以笑着跟父亲报告 自己做到